中美交流基金会收买美国杂志充当中共打手 近日在新中国联邦NFSC Speaks的节目中 嘉宾Natalie Winters揭露 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创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实际上是中共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该组织已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登记为外国代理人 其实也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他在美国耗资数十亿美元 长期资助多家拥有影响力的发声平台和记者 此前发文攻击郭文贵先生和新中国联邦的美国记者 丹·弗里德曼和国家杂志就是被中美交流基金会收买 让他们充当中共在海外的宣传打手 那Natalie表示 像丹·弗里德曼这样的行为 不仅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 更损害了美国言论自由 抗议自由 民主法治等宝贵的价值观 全好资助 公主管 同学 整理 2 4 PS